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狐狐骑士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757级的节目 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 重新激活的大黄蜂 这个玩具的话呢 是跟starscreen的两个绑在一起的 但是今天节目的关系呢 我们先给大家分享 右手边的大黄蜂 那么它的配色来讲的话呢 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啊 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一侧的翅膀有黑色 这边就是没有 它身上有一些不对称的配色的一个安排啊 那这个跟剧情里头有没有什么关系 我就不知道了啊 反正电话我也还没有玩过啊 那么它手上的话呢 有一个武器小短枪 小短枪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它另外一把呢 可以安置在手臂的后方 这里的话呢 你可以姑且把它当成是一个手臂的造型啊 那你也可以说它是填补了这个空洞 其实说它是一个完整突出来的机械部分 我觉得我也是可以接受了啊 而这也是它在变形成车辆的时候的一个收纳方式 那如果你啊 这两个你都不喜欢的话呢 它还有一处可以安放啊 就是它的一个肩膀上面当作一个肩炮 来做一个安排 但是呢我觉得吧 这个肩炮的安排的话 我个人觉得并不是很好看啊 你这个不论安插哪一个方向 我总觉得好像都都有点怪啊 所以肩炮应该是我最不会去使用的一个方法 而它的手臂的后方的话呢 扣进去的时候呢 是以这一处啊这个地方啊 这里有一个方长方形 对于内侧呢也有一个长方形 从这个地方呢 这个把它往上这里把它给扣进去啊 这个扣进去的话呢 我只能说它这个里头啊 能够扣进去的深度的话呢 可能会比你想的还要再更深一点 尽可能把它督进去吧 你都是黑色的 你还怕督不进去吗 那它的一个肩胛啊 这里是一个可以调整的关节 它身上的可动啊 头部的话呢是一个球关 面雕做的也不错 除了腰身不能动之外 大概呢你能想象能够动的位置呢 它差不多也都可以动了啊 肩胛的话随时保持一个调整 那它的一个手肘 这里是一个球形关节 二头肌的话呢 在这个地方 但是它就不能够转动 只能够用这个手肘的这个关节来做一个取代 拳头也无法转 而且最大的缺点是腰身 没有可动 这点比较可惜 它的宽部啊 是一个球关 我感觉吧 已经有一点点的 这个有一点点的在松弛的感觉啊 刚拿到的时候很紧 但是我觉得转起来 玩起来的话 它的魔耗的速度还真的是挺快的啊 不晓得是不是这个塑胶的关系啊 总而我就觉得有点点不太妙啊 那脚踝也是一个球形的接地关节啊 毕竟是一个deluxe等级啊 但是比起先前那一款音波的话 这个的话呢则是诚意度可能又再好一点 不愧是官方的亲儿子啊 那这个背包的大小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 而且它的底部有一个很好看的一个车尾巴的造型 还有一个薄牌标志在这里 它的翅膀的话呢 也是车子的两旁来变形而成的 所以算是非常让人家熟悉的 有点电影大黄蜂的一个感觉啊 那么它的手臂的这个两侧的弧形啊 这个造型 整个一个层次感来说 加上一些这个还相对有点合理的这个涂装黑色吧 算是把这个玩具的一个正面来讲 已经修饰的非常的不错了 当然背面也不算太差啊 整体来说是迈向很好很好的一款 官方deluxe等级的玩具 那我们见到这一款大黄蜂的变形过程啊 它有一些地方还真的是需要特别去提一下了 首先的话呢是这一块部件 我们先把这个地方打开这里拉出来 我先把这一块给挑出来给各位看一下 这一片部件的这两侧啊 你不要把它压到这个这个东西的下面去 如果你变成人形的时候 把它压到下面去的话呢 要再抠出来的话呢 就必须要大费周章 你可能需要用塑胶的韧性 还有一堆有的没有的这个这个方法 才能够把它给抠出来啊 那我们整个胸口把它整个给打打开来 然后这里有一个双动关节 把它推到最前方 到这里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接着呢 把大黄蜂的这个顶盖这个地方往前面翻下来 这个翻的这个轴这里啊 还是蛮紧的啦 直接的把它整个都给翻下去 好 整个都给翻下去 到这里 这里可以先 这里可以先扣上 这个地方 这边 然后头啊 下去的时候呢 打正就好了 然后整个部件 往前面 继续的压下去 这个头啊 好到这边 扣上去 好到这里 这个门板呢 什么的先不要管它 接下来的话呢 头注意摆正就好了 也不要折这样都不要 直接这样就行了 手臂的话呢 以这个方向的转进来 这个肩甲朝下 然后呢 手肘的话是可以折的情况下 我们把它往内推 你看到吗 尽量的往内推 推得越里面越好 推得越里面越好 好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啊 到这边 把它给按下去 按下去 按到最里面去啊 能够越里面越好 然后这个肩甲把它给放下来 好 先到这里啊 再来我们腿的话呢 先把腿的这个 侧边这块翻出来 这里再翻出去 打平就好 这里可以翻出来 这里的设计有点危险 你看这里有点裂开 没有打那个锚钉 这个细心扣有一点撑开了啊 再多变几次 我都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啊 这到这里 那这里有一个小机关 你看到没有 如果你轮胎收进去 是变成机器人 它这里会凸出来 那变成车型的时候 它会自动卡进去 然后呢 把这个脚踝翻转180度 往前面放下去 这里我建议各位 把它往外面拉出来一点点 往外拉出来一点点 不要 不要整个往内推进去 我不建议往内推 我建议你 甚至我建议你往外拉 到时候呢 密合会比较简单一些 好的 那到这里之后的话呢 我们把 你看到这个形状 我们把这个下半身 往前面过去 然后再往后面回来 有点像是什么 像是跪下来的感觉 像是跪下来的感觉 两侧都是一样的 像是跪下来的感觉 好到这里 好 这个也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部件 我说要往后面 拉一些些 它 这边的话 空间会比较大一点 会方便我们做 这两处的结合 好 那我们可以先把它给 往中间 靠一下 往中间捏一下 当然我们这个里头 这个跪啊 还没有跪到底 到这里 好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做呢 你可以浮以车门 这里再扣进来 这边这个车门一样 这边爆开啊 这里 没有往内推到底 好 这样子过来 把它给扣进去 两侧 尽量的呢 都把它往内压 然后两侧的门 给扣住 你会发现 这个扣的已经差不多了 到这里 后面的 一二三四都扣起来了 再来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部件 扣过来的时候呢 我先跟各位讲一下 你先躲开下面这里 把它扣过来 这里先扣上去之后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我以这边做讲解 这边已经扣上去了 各位看一下 我们这个胳膊 是可以动的 我是建议各位呢 把这个胳膊 它的这个黄色的这个凸 能够去把它卡到 这个 凤里头 这样子的话呢 它的车型态吧 最后的密合呢 会再好看一点点 那我先把它整个 都给扣起来 这里捏住 车头过来这里 把它给卡住 这个时候呢 因为手臂其实 它还是可以动的 你看它手臂其实 还可以动的 它侧边这里 你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把它给 摁进去 看到吗 这个 你拉到这个地方 就可以调整这个胳膊 我们把它给卡进去 这个黑色的这个 凤里头 你看这样子卡进去 这样一来的话呢 上方的话呢 再来把它捏紧 它的密合度呢 会明显好上很多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想说明书 应该是很难 跟大家去解说到这里了 那它的武器的话 是整个压进去 这两个肩脚也把它压进去 膝盖什么都把它 尽量的压下去 那我们再检查一下后面 你看所有的卡扣呢 都能够扣上了 那它的一个 变形中的一个 需要特别注意到的地方 我再强调一次 就是第一 这个 两个后面这个部分 稍微往外面 拿出来一点点 第二个就是这个黄色的 这个兔 要卡进黑色的这个缝 那可以透过手臂呢 去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调整 以大黄蜂的载具来说呢 这一款给我的印象 可能还蛮新奇的 勉强吧 可能就是第七集电影的那种 有点越野风格的大黄蜂之外的话 好像没有这种 这种这种造型的大黄蜂 它的后面是我最喜欢的 你看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特别是推进器一样 有六个排气管还是什么来着 然后这个金属的这个涂装 中间有一个红色的薄派的标志 这个就感觉质感豪赏很多 那后面就多了这两根尖刺啊 就感觉好像有一点 就有点类似于奔跑起来 那种特效的感觉 反正感觉是一个速度 还不错的车子啊 上方的话呢 这个挡风玻璃啊 全部都是黑色的涂装 那我可以当成说 它全部用钢板保护起来吧 我想我就这样子解释好了 然后上面有两个探照灯 前面呢 也有两个车头灯啊 火牌标志 这个方向灯这里有点小益漆啊 这应该是我的个别中奖了啊 那它的一个后面 也有一个尾翼 尾翼的话呢 也是往两侧削开 所以这个车子的造型 还是蛮酷炫 蛮拉风的啊 那如果相比较于这个 前一集给大家分享 这个声波的话 大小差不多 但是变形难度的话呢 高上非常的多 翻到底盘来看呢 这个零件的一个使用 就一目了然了啊 然后这个声波的 这个武器被我碰掉了是吧 上面有一个尖炮 那讲到这个武器啊 这款大黄风的武器呢 是收纳在这个里面的 如果你想要把它拿出来的话 也不是很难 你揪着这个地方 手臂的话呢 就可以稍微去 如果你从这个地方 把它给解开来 就可以把武器拿出来 但是我是个人是建议是 如果可以不要就不拿了 因为呢 我扣一边给各位看 你就知道了 其实这个武器啊 还是收在底盘好一点 你看这个地方再下去 我们还是一样的 把它呢 给扣回去 这个缝里头 我个人是这样建议的啊 这里把它给扣进去 好吧 稍微调整一下就行了 这里 这个武器啊 扣上去绝对没有比较好看 你把它扣在这里 不是说 不是说不能在车头扣武器 是它的这个造型 对不对 这不适合扣在上面啊 完全就不合适 你把它反过来扣的话呢 就更加的不合适了 你试一下 各位看一下 OK 所以的话呢 这个武器还是把它收纳在底盘好了 那 等于说它这个武器呢 在人形状态下 有一个填补手臂 后方的一个造型缺口的功能 而在载具情况 当然你也可以当武器啦 拿来手 拿来手 拿来枪 而在载具情况下 它也有一个完美的一个收纳 所以说总体来讲的话呢 这款大黄鹏的表现 还是非常不错的 以Deluxe等级的玩具来说的话 我个人是还蛮推荐的啊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 分享给各位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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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